團隊成員動手組裝零件 組裝後可以看到是一艘小船 但這不是模型 完成之後再透過電腦控制 可以進行路線的前進 無人機的方便大家都知道 但無人船的開發也成為另類的創新玩意 我們團隊最主要是在做 那個無人載具的控制系統 那我們是應用在無人機、無人船、無人車 還有無人潛艇上 那目前比較多的 我們目前做的比較多的是在 那個無人船的部分 無人船跟無人潛艇的部分 那船跟潛艇的話 船的任務主要都是在一些水的檢測 像例如水質或是說水深 就是像那個水庫淤機或港口淤機這種檢測 無人飛機本身就可以從高空中看區域的範圍 但無人船就可以進行水下的測試 以及海水區域的檢測 團隊本身就從事系統網路方面的設計 搭配上這個硬體設施 也讓整套系統更加完善 我們一開始想設計這東西是 一開始的時候是我們很久以前 就是說在大學階段的時候 有曾經接觸到就是在那個 因為那時候我是在那個歐洲 然後有接觸到就是美軍跟歐洲 他們有想要做小型的無人機 那那個時候 那時候因為是軍隊使用 那他們就希望說 就說希望說有點類似 同樣一套系統 你可以控制無人機外 你也可以控制其他東西 所以這樣子訓練上會比較簡單 但是後來這個系統做出來後 因為軍隊要求比較高 最後我們發現說 其實這東西其實可以用在民間的 反而更廣 目前團隊也與政府單位 或是消防單位等進行相關的合作測試 他們運用自己的創意 成功打造出另類的一個話題 記得訂閱風中的一場報導